要介紹的是 這個 上次我們講過的 通過三個點 這個二次對象是 通過這個點 通過這個點 等Fx 意思就是說 這三個點帶進去 Y等Fx 什麼是Y X跟Y 當X帶A1 這帶來就是B1 所以Fa1得到的就是B1 所以Fa1就等B1 這個點帶進來 X跟Y帶進來 X跟Y帶進來 Fa1就等B2 等到這個Fa1就等B3 所以 這件事就跟這件事一樣 好,所以呢 你就會發現說 那我們要得到這個二次度的項次 那一般來講 二次不就是 AX平方向BX加C嗎 那有這三個點 你就把這三個點帶進去 就得到三個方程式 寫三個方程式 寫三個月次數就剛好 寫三個月次數就剛好 寫一寫就得到 你就會得到ABC 然後也會得到 這個 這個 就會通過這三個點 或者會滿足這三件事 你是可以看到的 有沒有問題 這沒有問題 可以做 當然你可以 牛頓紗紫豆漿絲 用這個去求 然後 這個在選很容易 為什麼 注意看 就是如果要求K 就前面這三個都等於0 前面這三個都等於0 的話 這個就有A1 那你就有X用A1帶進去 就是 X用A1 那這是F1A1 F1A1能夠找 B1 所以這就是B1 等於 A1帶進去 X用A1帶進去 就0 這個也0 那這邊是K 那B1就等於K 可以嗎 你身後就K了 K就T1 可以嗎 當然如果 這裡選的不同 你再帶出來 這個答案就會不同 就是看你這裡選的是哪兩個 本來有三個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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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就代x這個時候代a2 f a2,f a2就是b2,所以這裡是b2 x代a2這裡就0,不見了 那這個n 那這個就是a2-a1 然後加上k已經求出來了 那這個詞詞只有一個n,當然就求出了n 所以n也快要求出來了 那最後你要求你的n的時候 當然n這裡p2等於0,這裡等於0,就沒有m的求 那這裡p2等於0,就x要代a3 所以這個插過的時候 你要去求帶a3,那這裡就是b3 那這個就是m 然後就是a3-a1 這個a3-a2 然後就上n 然後這個a3-a1 那因為m剛才已經求出來了 加上k,k剛才也求出來了 所以這個詞詞裡面只有n不知道 其他的這些通通知道 a2,a3,b2,b3,b3都會多 所以也很快要求出來 所以這個就是牛頓比差值多項式 也可以用這個方法去求 然後,上一次我們也有講過 把bH差值多項式 那bH差值多項式 那bH差值多項式 就直接用這個公式 就直接用這個公式 就說你公式怎麼背 上一次有講過再講一次 這個公式呢就是 就是你的mRx要多過這三個點 不過這三個點就是 帶a1的時候答案要等於b 就是說你這個帶 x帶a1的時候 a1帶進去 這個答案要等於b 有意見嗎? 這個答案要等於b好像很難設計 如果bH差值多項式 你看它的設計非常的巧妙 你a1帶進去 那要等於b 那b1寫下來 這個地方最好乘1 那乘1怎麼樣? 就我...是... b1的52 是a1-a 其他兩個 a1-a1-a3 然後把a1改成x 然後後面-a2-a3都一樣 那所以你當你這個x改成a1的時候 這個x就是a1 那這個x a1 不就跟它一樣嗎? 那上面其他都一樣 所以這裡就 上下一模一樣 因為分不就是1嗎? 是不是? 那這裡 f a1是不是等於b1乘1 加啥? 如果這兩個都是0就好了 它也沒有等於0 有啊 因為當x等於a1的時候 這裡有x-a1 這裡有x-a1 那是不是等於0? 我們都比 所以你對 f a1有沒有等於b1 有啊 我和你第一個條件 我這樣一假設 馬上f a1就是b 就是b 那我還希望f a2也要等於b2呢 同樣的 如果你用a2帶進去x-a20 x-a2也是0 這一項中間這一項剩下是b2乘上 一樣這個是用a2去解決的 然後把a2改成x 所以當x變成a2的時候 這上下又一模一樣又是這個1 那它是不是就是b2 所以這裡就b2啦 所以你要求a3呢 所以它在設計一樣啊 但是當然就是b3 曲程上 分母用a3去解決的 然後把a3改成x 其他都一樣 所以當你這個x用a3帶進去解決的時候 分母分子都一樣 a2等於1 它其實例如x-a3 先x-a3 所以都弄消掉了 這都弄了0 所以它就符合 我這樣假設的式子就符合 蹦蹦蹦就會得到 它一定通過這三個點 那通過這三個點 那它最高幾次? x-a2次嗎 其他都沒有x x-a2次 它最高2次 2次最高2次 有通過這三個點 欸 同學我們上一次 請你轉過來這裡 上一次講過一個定名說 如果x-a2次 x-a2次 如果最高的n次 那有n加一個 相應的x-a2次 使得這些相等 這個時候它會從1、2 直到n加1的話 都相等 那這樣子的話 你的f-a2次根本就是g-a2次 不是直接做體格相等 任何數量進去都是相等的 這三個點是我們已經證明過了 那你回到剛才這裡 剛才這邊 先你的 用這個f-x分一般式的 a-x平方 大概是有多幾分鐘 用一般式做出來的 它會分配那三個點 我用 兩個h做出來的 兩個叫做g-x好了 用這個 什麼b1乘上這個 b2乘上 跟b3乘上 這個 它也分配那三個點 所以有三 這就是最大二次最大二次 然後通通有通會三個點 那這樣表示 這三個點的值都一樣 就是f-a1 是等於b1 那你g-a1 也是b1啊 那f-a1 b2 g-a2 也是b2啊 那3也是一樣 所以三個這種的值 它都相等 所以這兩個劃情緩 根本就要一模一樣 所以我們上次 用b1-h做錯的答案 跟其他做錯的答案 也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方法 如果你用 有三種方法 做錯的答案 都一樣 不是說一定要用 一模一樣的方法 是多等而已 也都可以 那b1-h 這開始的方法 最好最好用的 一件事是什麼 其實不是在 是在求 要不要有一個思量 它是在求什麼 重點是這個思量 差值 什麼叫差值 就是說現在這裡有三個點了 那我有一個 要不要有一個思量 通過這三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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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可能是a1 b1 這個高度是b1 這個是a2 b2 這是a3 b3 差值就是說 在這個中間 隨便的任何一點 我要問這個點 當我的值 不是a2 也不是a3 是記載他們 比如說是 這是5 這個x等於5 這個y值究竟多少 這個點的值究竟多少 我要求 f5等多少 那我不需要求f5 這個f5 不需要求 f5 不需要求 那你的距離 直接就可以求出這個f5 根本跳過 求f5 因為 他這求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我們上次講的那個題目 他直接帶進去就是 f5就是4等於 所以b1乘下 這個x又5 我們減掉a1 或a6 我們減掉a3 對不對 那就是 a1-a2 a1-a3 這裡面的數字 都是已經給好了 然後b2乘上這個 每一個數字都是給好了 根本就沒有x 你就直接帶進去 就結果出來 就結果出f5 不需要求f5 根本 所以 好 現在結論 結論就是說 如果你要求f5 那老師建議你 直接用 一般式或者牛頓 去求就好 他直接求f5 如果他直接求f5 多少 直接f5 去求就好 會不會不需要f5 其他的 如果兩個都有 那你可以 可以用mogalage去 再製作打 或者你先求出一般式 再帶進去也可以 好 這樣子 了解嗎 可以最後再丟一分鐘嗎 不好意思 我真的忍不住 這個還在想講 好 好 老師忍不住 不驚 就是所以我要fx除以x-1 x-2 x-3 他的於四是1 3-5 那要求fx除以x-1乘上1-2 乘上1-3 他的於四的時候 然後 這個題目 也可以用剛才的三種方法 一 二 三種 一般式就是 這三次就是 這三次是 你四四 x-0 加bx-1 加c 也可以用劉頓法 也可以用mogalage方法 就是說 你現在 他會回到這三件事情 其實就是 抱歉 這裡有形象 就是 他的意思就是 他用這個乘 乘上那個一個3 最後加上那個於四 就是這樣 那而且他會通過 f1 就會等於1 f2 2 就會等於3 f3 就會等於負 會通過這些 那會通過這些的話 其實 1 2 3 帶去7 這裡通通是0 意思就是說 這個 帶1的時候會等於1 這個帶2的時候會等於3 這個帶3的時候會等於4 如果你把這個叫做 grx 等化 那grx 會得到 通過這三個點 那grx 是一個二次式 通過這三個點 那你當然就可以用一半式做 也可以用mogalage方法做 也可以用mogalage方法 也可以用mogalage方法 然後 接上 這個b2 b2就是3 乘上 然後2-1 2-3 然後這個是x-1 x-3 然後接上 最後這個是 b3乘上 呃 這個也可以啊 三種方法都可以 這你懂嗎 這個也可以 缺儀式也可以用mogalage方法 這個可以用mogalage方法 再加上